奇怪 為什麼會有一個女生在那邊很可憐呢 為什麼要做一個可憐的女孩呢 因為性侵 因為 喔 性侵嗎 我們是 架暴性侵 架暴性侵 喔 那被孽的那個女生是誰呢 架暴性侵 林佳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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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什麼 其實 其實我們班真的做得不錯 窗戶打開啊 可是下一次的教師部 還站著想 我與她講批評 有人還把她狗 choose 你又跟她說 我跟妳很熟嗎 老师你都在跟我谈的 你不会来找我 我就不想当了 你很吵 我怎么会打 因为那时候在说 你不会有 老师你说你都要看我 我这里都看不见 那个晚一点在处理 好你们 请把你们的理化作业拿出来 理化 理化作业 我先讲一下教你们理化 理化作业 动作快 理化作业拿出来 动作快 我时间已经快不够用了 还没有讲 老师你那天后天还有超多数水 对啊 三点 后天 两节啊 超级大后天 好 没有那一张有计算的那一张拿出来 这一张 就最近一直在问我 今天有人一直在问我的 来 来同学请看第五题 来面的第五题 哎呦 你对四题哦 我对八题 我对八题 我对他人都检讨过了 检讨过了不算 你觉得 来 你觉得像这种浓度的题目对你来讲很简单的举手 我觉得还好 好放下 你觉得很困难的举手 好放下 好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掌握得还不错 三分之二的人很没有自信这样 对 对没错 那刚刚举手的好 举手通常都很会算 我现在教你们一个比较好的想法 正比反比都一样算法都一样 想法都很简单 有多简单呢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来看我这里哦 我们常常会去买水 你们应该没有买过水果啦 有一家 有一家卖三斤六十块 有一家卖两斤五十块 哪一家比较便宜 三斤六十块 看东西 哦 如果东西一样 你讲的很好 很有概念 如果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家三斤六十块 另外一家两斤五十块 三斤六十块 你对他做了一个动作 一个是三斤六十块 一个是 两斤五十块 我们讲的应该是台斤 卖东西好像都是用台斤 台斤跟公斤 就是他买卖 我们那个台湾在买卖 他是用台斤 台斤跟公斤不一样 这个就好像是外国人 是用英镑在称重 他们买卖东西是用英镑 卖什么东西都一样 他帮他称重也是用英镑 不是英镑 就是镑 对英镑 但是我们是用公斤 他们是用英镑 不一样 单位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没有相等哦 那个大小没有一样哦 就好像是我们使用的是台币 然后美国用的是美金 然后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用的是人民币 我跟你讲 我刚刚所讲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算法都一样 算法都一样 包含那个汽油 去加油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看你那个汽油啊 你去加油的时候 你一定会吗 我们这边看不到 因为我们这边 就只有一种油 两种 就只有两种 就95 5000汽油 不然就柴油 也就是说你不是加柴油 就是加95 对不对 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这边 要看你的设计哦 要看你的设计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可是我没办法回答 我只知道它的设计 不是拿来用柴油用的 所以你不是适合它的 你拿来加它 可能可以让你开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了 你可以试看看 你可以试试看 看来那台车坏掉不要怪我 我保证 我保证 应该会比较容易 让你的车子很快就坏掉了 因为它不适合它 它不适合它 那它的设计是怎么样的设计 导致它那个就是柴油车是用柴油 然后 对 就是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有它设计的想法 你们这个 回家座位去查 柴油跟汽油 为什么有的可以加柴油 不然查也比较便宜啊 因为挺胸的 这个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来 你们都有3C 可是你的3C 都不是拿来用的 都是拿来打电动 跟人家聊天而已 就是都没有发挥3C的功能 没有轻功耶 除此以外了 你们没有 你们没有拿它来好好的用在你的学习上 它可以帮助你非常的大 可是你们没有真正的拿来用 我先不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去加油的时候 如果你有到外面去 它一定会写得很清楚 对 它会有一个看板 然后这个看板的上面就会 然后有加几公升 它就会有 应该是从下面开始 92 95 98 我如果猜的没错 它应该会是这样 然后才有在下面 如果我没有猜错了 它应该会这样排 这样排有道理 最贵的排在最上面 98最贵 因为它是最 98应该是98%的意思 它应该是98%的意思 好 我猜测了 但是我不太清楚了 好 那它就会 旁边就会写价钱嘛 对不对 我忘记是多少钱了 比如说如果它是 这是什么意思 一公升 对 它给你这样的东西 让你很好算 而且你看就知道 比大小 很容易就可以比 这个最贵 我当然能够加这个就加这个啊 对不对 如果我的车子适合这个的话 我当然加这个更好啊 对我就可以比较省钱嘛 那为什么你可以比较 因为他们都是在讲一公升 而且你也很好算 一公升多少钱 那我如果要加20公升 我就知道大概我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一公升这样嘛 那20公升就20倍啊 对不对 这个概念 用在鲤化上非常好用 用在你刚刚在买东西也一样 三公斤60块 两公斤 把两斤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谁比较便宜 你偷偷的做了一件事情 你把它变成一公斤 我在讲错了 一斤 你把它变成一斤 这边就变多少 10 你对它做了一个动作 你把它变一哦 10 3 对 然后这个就跟着做同样的动作 所以这个 这个除以3 这个也除以3 所以你把它变成一斤 20块钱 一斤20块哦 这个也是怎么样 你把它变成一斤 所以你都要做了什么事 除以2 所以这个怎么样 除以2 所以等到多少 一笔之下 谁比较贵 下面贵上面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好 接下来 那个台金公斤哦 因为有人问我就稍微讲一下 台金公斤 台金公斤是这样 一公斤 可以换 讲错了 一台金 一台金 可以换 0.6公斤 一台金 一台金相当于是0.6公斤 也就是说 一公斤 有几台金 不好想 对 不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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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么想比较容易呢 你出去看哦 你刚刚 你刚刚3变1 就好算了 不是吗 3间1怎么变1 3除以3就好了 不是吗 2怎么变1 就除以自己就好了 不是吗 是一样的道理哦 0.6怎么变1 对不对 先不用剩 想法一模一样 我要变1啊 那就除以自己啊 0.6除以0.6不就1吗 可以吗 那个窗帘先把它拉好 绑起来 如果没有办法绑起来的话 就用那个窗户把它弄起来 你这样没有解决问题 他那个可以扣起来啊 你那边也可以自己扣啊 它是两个绑在一起的 好 OK 因为刚刚只有他那边在动啊 所以他只要弄他的就好 0.6想要变1 我就把它除以0.6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一样 这个也除以0.6 答案 1除以0.6 这个就叫答案 我只不过还没有做化检而已啦 这个就是答案 你给这个至少得到一半的分数以上 目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呢 举手 好放下 不懂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刚刚这边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好 再讲一次哦 我从3斤变1斤 我从3斤变1斤 不是除以3就可以变1斤吗 3斤6斤 1斤多少 我把3斤变1斤 不就是除以3吗 所以我3除以3不就可以变1吗 可以吗 这个的想法就是 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这一根足球棒有多长 好 这一根磊球棒有多长 足球哪有棒 好我乱讲 就讲错了 就讲错了 这一根有多长 他有一根这么长 对不对 他有一根 一根 嗯 这一个 这一个是一根 这是一根 这个叫什么 磊球棒 足球棒 足球棒 好足球棒是我乱讲 啊你就跟着我乱讲 嗯 嗯 我可以用这个来量它 不是吗 我这个奖桌 看我这里 我这个的奖桌有多长 有一根足球棒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对不对 如果 刚刚我的讲台 就只有刚好这么长 对不对 他用这一根去量 不就刚好是1吗 对 就一根棒子 这个叫做3除以3等1 你用自己量自己 你用自己量自己 当然就是一样 对不对 你两个当度同样 我用自己去量自己 就只能量一次嘛 对不对 可以哦 如果用比较长的让你量 我量出来就是 他一根还不够 还要再这么长 对不对 所以一根再多一点点 看你用什么去量嘛 要不就如果你是用一样的东西去量他 相同的东西去量 相同的东西去量 就只能量一次啊 对不对 陈美仙的身高量陈美仙 只能量一次啊 了解意思吗 可是陈美仙的身高 如果拿来量李星辰 就会量出一个陈美仙 再多一点点 因为他比我高嘛 了解意思吗 如果用陈美仙的身高去量他 去量林亚轩 我有办法量出一个陈美仙吗 量出大概几分之几而已嘛 对不对 不到一嘛 根本不到一个陈美仙嘛 好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自己量自己会量出一 可以吗 自己量自己先写在笔记本上 什么叫做3除以3等1 用自己去量自己就会等1 0.6除以0.6还是1 因为你用自己去量自己 写完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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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个每日做一部 要写当节课你学到的想法 你们有些人还只不过都是在 看不到你的想法 自己画图也好自己写文字也好 然后自己举例子 什么叫做自己量自己 什么叫做自己量自己 你的自己如果是3 3除以3会等1 你的自己如果是0.6 0.6除以0.6等1 对不对 用相同的数字去测量相同的数字 测量出来只能够测量出一次 用同样的大小去测量同样的大小 他们只能够互相各测量一次而已 只能够量一次 所以一台斤可以换0.6公斤 那我想要知道一公斤可以换多少台斤 我就只要把0.6除掉 就得到1 所以这个也做很好的动作 自己把这个写下来 这个就是答案 自己这个答案等于多少自己算出 比锤测量 会算也好不会算也好 先把它写下来 所以台斤跟公斤哪一个单位比较大 公斤的单位比较大 所以你平常是在买水果 你买的是台斤 你买不到1公斤 他如果卖你说1斤多少钱 他卖的是0.6公斤多少钱 不是一整个公斤 不是 就是你们平常在买卖 不管卖鱼也好 卖东西也好 他们都是菜市场那边卖东西 都是用斤 排斤 不是用公斤 所以说一斤多少 是0.5公斤多少钱这样 0.6公斤 1除以0.6算出来的举手 只有一个 用分数可以 当然可以啊 用分数最好啊 因为不好算 这个用 这个自己算一下好不好 我帮你一下 什么叫做0.6 10分 诶 注意 其实它很简单 看好这里哦 尤其是不管你以前学的好不好 都会帮你 让你变得很好 0.6 这个6在哪个位置 10分位不是吗 所以你要读这个6 叫做10分之6 就这样 可以吗 可以 所以你除以0.6 1除以0.6 就是1除以10分之6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等于1 1乘以多少呢 6分之10 1乘以6分之10 那1乘以它有放大吗 没有 这个数字没有把别人放大 也没有把别人缩小的功能 不是吗 对 一倍没有放大 一根棒子的一倍 还是它自己啊 对 对 所以答案就是6分之10 这个答案已经很好了 可以再把它简单一点而已 3分之5 它相当于是 3分之5做的动作是 上下同时除以2 上下同时除以2 这个不会的自己算一遍 一定要自己算 不是背下来哦 背下来没有意思哦 我教了你就把它学起来 我教了你就把它学起来 不懂就说你不懂 就像亚轩跟品源一样 不懂就不要举手 但是不懂最好要反应一下 不然我如果没有问 我就这样继续下去哦 好我们回到这里来 第五题 浓度 回到这一个哦 哪一面 就浓度那一面 哦 好几面 练习底 我写三个字练习体的那一面 第五题啊 诶 那百分浓度那一面 好不好 重量百分浓度那一面 我们看那一面的第五题 他说百分浓度 百分浓度就在讲浓不浓嘛 对不对 浓不浓 我现在泡的这一杯是茶叶 那你们有时候去喝饮料的时候 你们喜欢喝半糖全糖还是 无糖 有几 好几种 好几种方法 什么去冰扫冰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 蛤 然后家里面妈妈在 妈妈在那个煮汤 妈妈在煮汤 就那个汤 我们就会说他咸不咸 对不对 学校在炒菜 你们也会说那个 不够咸不好吃 对不对 不够咸不好吃 但是不够咸 不够咸 不够咸 你会感觉没煮味 对不对 用过头也不好吃 因为不减肚肚 对不对 这个讲的都是一种浓度概念 这个都要讲浓度 好 浓度就是你吃东西的味道 你感觉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妈妈煮了一锅汤 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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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的汤在那里 他到底要加 他那个料都很丰富嘛 已经确定 确定这样了 对不对 他已经煮好了 最后才下盐巴 通常呢 最后才下盐巴 他到底要下这么多的盐巴 还是要下这么多的盐巴 还是要下这么多的盐巴呢 都差不多 不是 你要一尺呢 还是两尺呢 还是三尺 好 你的差不多 意思是说我这个三个画起来 差不多这样 好 谢谢你 就是 好 对不起 我应该换个 他到底要加这么多呢 还是要加这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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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加下去 对啊 不一定 好 他就要靠经验 然后评感觉 对不对 然后有些妈妈是这样 先评感觉 先安全性的 加这个进去 然后再淡妈的 对吧 淡不出来 不会啦 那是你啦 淡不出来 好 淡了感觉啦 像那不太有汁味 他就会再加一些盐巴这样 然后加到比较好喝这样子 就是味道还不错 然后又不用太咸 所以他是调到一个浓度 有没有 调到一个看你加了多少盐巴进来之后 让这一整锅的汤喝起来的滋味最好 那一个感觉就叫做这一锅汤的浓度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一锅汤的浓度 我先不要管里面的遮疗 我就只管盐度而已 所以他的咸不咸 渐不渐 我用谁来决定呢 盐巴的盐 盐巴的盐 我不太会写 因为我都写简体字 好 盐巴 对啊 这是看起来有点 来 注意看喔 盐巴 然后呢还需要什么呢 你喝汤 对你喝汤 你不是只吃盐嘛 不是只喝盐嘛 对不对 你还需要有水嘛 所以有盐跟有水之后就会变什么 盐巴 对就会变盐水 当然不是啦 我只是特别强调盐的部分 我特别强调盐的部分 了解吗 那个水指的是那一锅里面的东西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喔 好 我接下来 他说 他的浓度是 百分之十 来看我这里喔 他都这样子讲了 什么叫做百分之十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个是计算 什么叫做百分之十 一百指的是什么 一百指的是全部喔 一百指的是全部喔 一百指的是全部 注意一下 你怎么读 你就怎么学东西 你就怎么写东西喔 百分之十 一百讲的是全部喔 所以一百要写在哪里 下面 写在哪里 全部 沿水 他的全部如果是一百 这里是多少 十 代表这里是多少 十 这个就叫做百分之十 目前有跟上呢 举手 你有跟上吗 没有跟上 我再讲一次 嗨 什么时候 好 你有喝过百分之一百的原汁吗 有 你们有喝过原汁吗 有 喝过什么样的原汁 柠檬原汁 柠檬原汁 你真的有喝过 有 我很好喝 有 爆枕天雾 没有 你如果慢慢喝它 它其实蛮好喝的 你要小口小口慢慢喝 没有 会有点回甘的感觉 但是你要慢慢喝 就是不会 真的不会 你不要一次很大口 你慢慢喝 然后你去享受一下那种感觉 但通常我们吃的原汁是这个 就是柳橙原汁 对不对 通常就是柳橙汁 就是它的咖喳嘛 对不对 那个那颗水果把它切拌 然后把它 煮味不一样 你吃 你吃跟你咖喳 喝 不一样 虽然吃的东西一样 可是很神奇 吃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比较酸 这个更酸不酸 就看你怎么样 就是反正喝跟吃 是不一样的口感 不一样的滋味 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好 所以为什么各式各样的料理 做不同的做法而已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因为料理方式不一样 好 那个100%的原汁 我们会说它是100%的原汁 就是那整个杯子里面 没有加任何的水 就是我们就是买那个柳丁嘛 然后切一切 然后给它压榨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直接喝 哇真好 100%原汁 不会 我觉得还蛮享受的 但是呢 对 比如说它就觉得太甜 对不对 它觉得太甜 它就不需要100%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把它怎样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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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发生一个情况 加水 加水 就会冲淡它的浓度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能说 它是100%的柳层原汁 了解 有在讲什么吗 好 所以有可能是怎样子呢 注意点喔 有可能是这样子喔 它那个柳层 它那个柳层 假设它弄了90克 我们假设啦 假设而已啦 90克好像没多少 90克也不到100cc 100cc 我这个好像有450 但是我为了简单容易说啦 简单一点 90克 可以吗 柳层原汁90克 90克没有很多啦 大概这样而已 好 90克的柳层原汁 如果没有水 如果没有水 代表全部就是90克 可以吗 了解在讲什么 那这个在讲什么呢 全部 我用百分比来讲 就是全部就是百分之 100都是你 上面这个是真正的量 90克 90克 我就是称重 就刚好90公克 那另外我的90公克里面 全部都是柳层原汁 可以吗 所以我就说 我这一杯柳层原汁 是100%的柳层原汁 所以我是把全部 看成是100的情况之下 全部都是你 就好像我全部是90的情况之下 你90公克都是你 那下面这是我们的一种讲法 上面的这个是真正的重量 下面的这个是我们的 平常习惯的说法 90公克里面全部都是柳层原汁 也就相当于是 如果你有100公克的柳层原汁 你有100公克的柳层汁 里面百分 里面的全部都是真正炸出来的 没有留下 没有加入任何的水 这个叫百分之100 你写90比90 跟写100比100 通通都在讲百分之100 目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我们来淘水 没淘水的情况叫百分之100 先把这个写下来 因为这个很重要 上面不要写 写下面这里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原汁 这个是水 这个是原汁加水 这个是原汁加水 原汁水 也就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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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 这个是我在制作这杯饮料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我就是压了90公克的原汁 我不加任何的水 所以我这杯饮料就是90公克这么多 真正的 我真正就是这么做的 可是 我们在讲给人听的时候 我们在讲给人听的时候 这个是假的 假的的意思是说 我讲的100 不是代表我100公克 知道的意思吗 跟这个讲的没什么同样 样哥我们会这样讲 我们会说我百分之100是原汁 百分之100是原汁 就是说如果我这一杯饮料 有100公克 那么我的原汁就有100公克 浓度百分之100 这时候我就会说它浓度百分之100 我们就会说它是百分之100 所谓的假的 所谓的假的 就是你要知道 我可以用这个假的 来代表它所代表的比例 也就是配方 这是配方 我用这个配方来调 我用这个配方来 来讲我的饮料 我用这个配方 先把这个好好的写好 先弄清楚什么叫百分之100 百分之100 百分之100就在讲全部 自己笔记要做好 你要做一个好的笔记 不是抄笔记 写好了吗 我要把它擦掉了 你要知道你在写什么才有意思 像它就会画一些写一些我没有讲的东西 多数人都是我写什么就跟着我写什么 好 就怕你漏掉了 接下来我要改咯 我要改咯 因为太甜 我不想要这么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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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淘水 我淘水 我淘水 我淘水了 全部就不是90了 对不对 全部变多少 这个还是真正的 这个还是真正的 还是真正的 对不对 那因为它刚好是100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说 我就可以怎么说呢 我这个柳成原资 是几%的柳成原资 90% 百分之90是原资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 请把这个 你先把刚刚你写好的东西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之后再写下面的这一个 我用这个来跟你讲 什么叫做百分之九十 这个是最容易懂的 什么叫做百分之九十 我这个太甜 我把它加十 就会变成100 那就很符合我刚刚讲的 全部如果是100 那么我的原资占了90% 水就占了10% 下面的这种讲法叫做配方的讲法 假的 上面那个讲法是真的 一样写两行 写两行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 我们平常在讲说什么东西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他本来都在讲假的 讲假的意思是说 他只会给你讲配方 到底他有多大杯 有多少杯 他到底加了多少原汁 水加了多少 我都不知道 独一告诉我 我才会知道 他没告诉我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他真正用了多少原汁 用了多少水 可是我却知道 他的浓度 他的浓度 叫做百分之九十 一个假的 一个真的 上面这一句 就是他那一杯 泡起来就多大杯 就真正就那么大杯 好 这个懂了之后 我们再回来这个第五题 你们要认真听喔 没差别跟你讲喔 第五题 所以第五题请问一下 我要先写什么 你告诉我 我要先写什么 我要先写什么 我要先把什么写出来 先把项目列出来 懂吗 先列项目 还不是在什么 几比几 没有没有 这个才是重点 你在说什么事情 要先写我前写 不要偷懒喔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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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水 然后揽之后的变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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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所以請問我會怎麼寫 等一下順序要先寫哪裡 先寫哪裡 百分之十 代表這邊要寫什麼 它的是假的 對不對 這是假的喔 你要跟我講什麼 好 好 這個有寫百分比跟沒寫百分比 配方 一模一樣對吧 對 上面這個泡出來跟下面這個泡出來都一樣的味道 對 了解意思喔 接下來快結束了 他說加了十五 你看嘛 你看 你看喔 等一下他說真 來真正的東西在哪裡 來 剛剛我這邊 對不起我這個先把它擦掉 好 這一題 這一題比較簡單 我來找一題難一點 好像都簡單 好 這一個告訴我假的配方對不對 對 不是啦 告訴我配方啦 但是數據是假的嘛 然後接下來 他給我真正的數據在哪裡 給我 假入 沒有 不是還沒有 那個是真正的沒有錯 還有另外一個 鹽水 一百 它這個可以給我們濃度對吧 這個濃度 它有跟你說多大杯喔 它說多少 一百公克 一百公克 一百公克對不對 對 所以那一百公克是真的對不對 對 那個是真的喔 那個真的我要寫在哪裡 寫在鹽水下面 它是說鹽水一百公克 這個是真的喔 對 對不對 欸 我為什麼說它簡單啊 因為剛好一樣啊 廖瓜公香嗎 嗯 等一下我再講 如果有時間再講難一點 這個是一百公克對不對 對 那一百公克我乳法炮製嘛 一百它就十嘛 對 那一百克你就多少 十克 這個就多少 九十克 這是真的喔 對 了解意思嗎 對 到目前為止我只解決第一句話而已 有需要我算 任何運算嗎 沒有 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做任何計算了 對 再來 他說他要加多少 十五克的鹽 五克 好都可以 你們要五克 我是講五克的那邊 好 加五克 等一下喔 這時候你要馬上做一件事情 加 為什麼要劃線 因為要寫加入的 不同 因為不同的 濃度改變 十公克 你一把它加五公克之後 濃度不再是它了 濃度會變 變大還是變小 它只加鹽而已呢 幾杯十percent的濃度 我加鹽進去會發生什麼事 鹽的濃度變高不是嗎 對啦喔 所以為什麼要劃線 上面的濃度跟下面的濃度不一樣喔 林雅仙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林雅仙 她不是姓林嗎 林雅仙 林雅仙 林雅仙喔 林雅仙喔 跟我一樣也不錯啊 林雅仙 林雅仙 好 好 所以這裡會變多少呢 十五 這邊是十五公克 真的十五公克 這邊是真的 九十公克 這邊呢 就會變成真的 因為這裡是全部 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邊會增加了五公克 這個沒有增加 因為它沒有加水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多少 一百零五 這個一零五有兩個算法 一百零五 一個是九十加十五 鹽加水就鹽水 還有一個算法 鹽水加鹽 上面加五就好 為什麼這裡不用加 因為它沒有說它要加水 對不對 對 這個問題我等一下再問你 十 九 一百 我這裡加五 這裡加五 這裡加 十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知道 這個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舉手 放下 我稍微講一下 我這裡加五 這裡加五 所以這邊加五嗎 不對 因為全部會加多少 十 因為你鹽跟水都有加嘛 對 我要考你的問題是 好 這一個的濃度 跟你兩個都加五之後的濃度 一樣嗎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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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覺就好 直覺就好 也就是說 十跟九十 配出一百對不對 對 那這個如果是十五 這個九十五的話 這個會變成一百一 對不對 對 上面這個配方和下方 這個配方 味道會一樣嗎 會一樣 會一樣 你覺得味道會一樣呢 舉手 沒有 恭喜你們答錯了 謝謝 謝謝 恭喜 這個是錯的 它不會一樣 它不會一樣 特殊情況才會一樣 要有特殊情況 對 要比例 要比例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先放著 因為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這個我先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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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 是不是就是十五 九十跟一百零五 對不對 對 我要回答百分之多少 不是嗎 對 現在我的新的是這樣 十五克 真的 九十克 真的 一百零五也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回答它 是變成百分之多少 不是嗎 這個 也要跟著百分之多少 對不對 我想要回答這兩個空格 好 它們的濃度一樣 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等一下 不可以用加減 不可以用加減 只能用乘儲 想法很簡單 就是 我用十 九十 調配出一百 對不對 我要調出相同的味道 注意看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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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調出相同的味道 這個如果十 我這邊不是也要配九十嗎 看我這裡 我十 這裡九十 我調出這一杯的飲料 跟我十九十 調出這一杯的飲料 是一樣大的 對不對 看我這裡 這個調出來的味道 跟調出來的是不是一樣 對 那我把它混合起來的味道 一不一樣 一樣 你注意看你混合之後變什麼 混合之後這個會變二十 混合之後變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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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到這裡 叫做乘以二 從這裡到這裡叫做乘以二 這個叫做乘以二 它不是你這麼算的 十到二十 你可以把它看成加十 對不對 九十到 九十到一百八 你是加九十喔 味道才一樣的喔 有加一樣嗎 你是透過 你是透過 我十 你九十 我十 你九十 你要按照這樣的配方加出來 味道才會一樣喔 不是我加十 你就跟著我加十 味道會一樣喔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對 我這一段你之後要講什麼舉手 十 方向 所以剛剛的那個是不對的 對不對 對 我如果五配六 五配六可以調出一種味道 對不對 對 我這邊把它變十的時候 這邊要變多少 味道才會一樣 十二 要十二喔 可是你在算的時候 你在算的時候 你這邊加五 這邊可不是加五耶 這邊加多少 十六 知道嗎 加上什麼 我五你就六 我加五你就要加六 要加一樣的配方 對不對 加一樣的比例 味道才會一樣喔 而不是你加五 你這邊也加五 味道抱歉 比剛剛的味道還要再低喔 這種的濃度變低了 因為加不夠嘛 加不夠嘛 對不對 好 來最後這一步 我從這裡到這裡很困難 我從這裡到這裡太困難了 所以我對他做了一個動作 先把它變一 我怎麼把一百零五變一 除以一百零五 除以一百零五 所以這裡也變多少 除以一百零五 除以一百零五 這一個也怎麼做 了解了在講什麼嗎 所以這個怎麼寫呢 十五除以一百零五 對不對 這一個就 九十 除以一百零五 目前這道在講什麼舉手 好 放下 再來 結束了沒 我先把它變一 太好算了 現在一斤多少錢而已 一斤多少嘛 我要買多少 一百 所以再怎麼樣 乘以一百 再乘以多少 一百 所以這個再回去 乘以一百 這個再回去 乘以一百 所以這個空格的答案叫做 十五先除以一百零五 對不對 然後再乘以多少 乘以一百 這個空格的答案就在這裡 這個空格呢 九十 先把這個變一 所以先乘以一百零五分之一 對不對 然後它有幾克 九十 這一個第二個的答案 你們要的是哪一個答案 第 十 它要濃度對不對 對 濃度就叫做百分之它 對不對 百分之它 這個就是答案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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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 這裡是一百 因為它是一百倍 一百倍 你把這個稍微換算一下 再加上一個百分之一 就叫做百分之答案 這個就叫做答案 這個可以約分 一百零五跟這個十五剛好可以除掉得到七 七分之一百還是沒辦法整除 你可以寫分數 就要看你們老師的要求 答案就這樣寫就可以了 要看你們老師的要求 如果再把它除一下就變成 十四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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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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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七一七 三十四 二十八 沒辦法整除 沒辦法整除 就看你們老師要求你們寫到哪裡 你們的每一體都這麼算就可以了 那個 你不要小看我現在教你的東西 通常有些人就不信寫 我知道你們有學會一些方法便教你的 請你 每一次做一個動作 這種題目每一次都做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做什麼 列項目 然後再開始把題目真的假的列出來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變成單架來算 了解嗎 先變單架再放大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你覺得你會用我剛剛的方法來舉手 好放下 ok下課 好趕快去一台飯菜 你們有沒有人 好沒事 這一張是誰的 我的